30日,一级柳珍在IJ晒出多张今年2月份的哭存美照 让粉丝惊喜赞叹,珍贵的粉发哭存完全是女神 而在31日,一级作曲家显身评论区留言道 柳珍啊,打点肉毒感军吧 针对柳珍的外貌写下了带有争议的评论,引发了粉丝的争论 对此柳珍也在凌晨迅速发泡泡,为这一世出面道歉 表示老师亲自向自己说了对不起 因为夸角漂亮有点肉麻,所以开了玩笑 一直很珍惜一级的作家,所以不希望粉丝放在心上 最后,柳珍在泡泡中也提到自己最近的生活只是往返于公司和家之间 接近零点还有录音和练习等工作 在这样高强度的节奏下,想必柳珍在凌晨4点发出这样的消息 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,想努力偏惜争议 但对此道歉,也更加引发了粉丝对柳珍的心疼 粉丝认为这完全是作家的不妥,为什么要让柳珍道歉 这样的赞美方式让人不能接受 据悉该作家所在的工作室,创作了传达做自己态度的Venever 还在去年的采访中感谢柳珍的斗尖舞 帮助他们建起了现在的工作室 而这样调侃柳珍的外貌,确实有些过分了 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呢?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,没有人接受我最新韩语 欢迎来赞和订阅哦